去拜武藏山 当年武藏山清晨道德 102岁 刚好碧姑结束 碧姑三年 但我们老师就讲 见过所有的碧姑的人 这个武藏山的道德是真正的 不是我们想象的 碧姑期间 谁免不咱 每天小道德给他一碗西式 一碟米茄儿 老道长呢 闭目 臉闭 饿了丢 这就是在那儿谁在那儿米茄儿 学习 这个武藏山产业 就是 清晨道德 德建法 看到我们老师 当年 正是年轻 意气风发的学生 这生法很不错 所以呢 就把这一趟 武藏三财店 传授给了我们老师 这就是 为什么咱们新一门 新一门的传人 怎么会武藏三财店 会武藏三财店 我看了很久 网上 武藏三财店 它是道家的 这个家 修知养养性 和寂寂 为一体 清零飘逸中 漢肠沙子 这个家里面有很多的沙子 但是它不纯粹的是表演 不是专门让别人看 这套建法呢 就是说 对外好点来说 你目的 想表演 这套建法 非常具有表演 你的目的 是为了学技技 学建法 伤人 杀人 那么这套建法 它就有很多的杀人 这个呢 原来呢 原来呢 是靠自己 物 领悟 遇到明白的老师 和明白的学生 缘分足够 老师会把 杀招给你说出来 给你讲 哪几招是 怎么用哪几招是 是怎么练 是吧 那就不是让你表演的那一种训练 那么在先的 这个 科技发达 所以老师的视频中 有很多 就是 这个 单超的讲 有 从这个 三材建里面 提出来 有很多视频 武当三材建的 这个 它的一个特点 另外它的组成 武当三材建 它内涵 是 陰阳 陰阳 土 喝了 陰阳 鱼 得量 这个在建法里面 就是很少有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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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建的 这种量 所以呢 这个 传承下来的 这种 包括 这种 它都有它 杜特的 这个 特点 它不是像现在 有很多 是 临时 鞭 臭 它的 衔接 都是很 紧臭的 另外 它的 单超 杀 都 含到 它的 传承的 拳术 或者 剑法 或者 刀法 这是 武当三材建的